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农特洋花匠 在我身旁是一盆银春花 银春花是多年来人们比较喜爱的一种花 它既可以地带观赏 也可以多成盆景观赏 每一份吹起来的枝枝 它能开出鲜艳的花花来 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花 可是比如银春花的样子 平常才能开出鲜艳的花花来 根据我个人的样子经验 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必须注意一下几点 特别是这个光照问题 银春花是比较习惯的 你特的这个夏天的时候 你也得接受光照 秋天以后吧 包括这个冬天 你必须得接受这个全光照 你没有让我 它这个养分结局不了 这个秋季以后吧 它也没有什么花样分化 这个冬季它就开不复这么鲜艳的花来 这个图质方面 你再次这个银春花 你必须也得用这个 头肥性强力物质 比如用这个荷刹图 不能用这个很半截的这个图 你可以用这个荷刹和这个圆图配合 按一比一路性 它绝对能保证它的这个头肥量 这个温度方面 银春花是比较靠动的 你地带的情况下 它一般的这个蛋液粉才能开放 要加持盆带管上的情况下 你必须把它放到室里 这个春节前后 它都鲜花弄放 这个浇水方面 可以用水花浇水 你必须得见干见死 特别这个夏季的时候 它最怕老 你整个期间吧 你这个特别是外洋子的 你把它那个下雨以后吧 你看盆里是不是极肥 有极肥的情况下 你必须把这个盆费给它抠掉 要不然的话 太阳光照一破了太阳 很容易把这个银烧坏了 这个湿费方面 这个银春花是比较稀奇的 秋季以后 如同以前 这个期间吧 它没有落叶 这个时候 你可以给它断施这个礼价费 礼价费吧 它这个礼价费能突进这个花梨的形成 突进花梨的开放 这个甲军啊 能突进这个茎根的土壤 这个值钱吧 你可以断施这个氨费量高的 它能这个 使这个植株长得比较陌生 关于这个银春花的这个洋子方法 我简单给大家解说这些 喜欢能给我点赞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